请问老师对于台湾的司法改革有什么建议吗 我最近的小孩就是在法官受训 最近很多人就讲说法官都快要被诈骗淹没崩溃了 确实他们的压力非常大 那么在早期我们的诈骗大概就是很单一 现在的诈骗就非常的复杂 那么这个司法的人员投入的越多 他们都是非常努力才能够考上而且非常优秀 但是社会的进步是案件越来越复杂 所以社会上需要的是给司法更多的鼓励 所以在办这个案子的时候 对于办的好的法官我们一定要给他鼓励 像我们有以前有一件案子就是一个公庙借名登记在住持的名下 那么后来这个住持死掉以后就被他的继承人不还给公庙了 那这样的案子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输掉 但是最高法院就是发现不太对劲 所以花回更审三次 到最后的时候我们一次两次还是输 最后的时候我们碰到非常认真的法官 最后他把这个案子给平反了 那当时平反了以后 这整个公庙的信徒放鞭炮 然后对于这个法官的这个感谢 那时候我作为一个律师 听到这个胜利就是说胜诉的这个确定判决的时候 那个心中的那个感触没有哭泣 但眼泪就是这样子的掉下来 所以一个司法的人可以解开人民的这个委屈 这种价值其实是很大的 但是法官们还有检察官们也都需要鼓励的 所以不要动不动就说我们是恐龙 那这种鼓励的话呢 我们觉得我们对很劝缺 医生好的话我们会去写感谢的信 我们会去写在那个留言板上去鼓励 那么各位呢法官或检察官没有 因为怎么判呢他都是判人家去关 那也是得罪人 那么判这些歹徒应该要付出他的代价 但是你钱财追不回来人民也是没信任 那么民事案件总是有一方输一方赢 所以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是一个全世界最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所以他需要更多的鼓励 所以在那个案子里面 我叫所有的信徒都已经是七八十岁九十岁的 就写了一张好大好大的感谢状 我们把他送进法院呢去给法官 告诉他说呢感谢你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事情呢 我们需要更多的就是司法呢 需要跟人民来沟通 那么呢我在当法官的时候呢 就不是高高坐在这个法台上说 哎呀我问你你才讲不问你你不要讲 而是呢就下来呢写着白板 帮双方当事人分析 你的付出其实当事人都很清楚 只是说因为他呢会害怕他没有沟通 所以司法里面呢却需要的 其实是需要很多的一个沟通 那么呢甚至于我们可以公开的开直播啦 让法官呢能够直接来面对 那么让人民更多的接触 我们司法的改革呢永远都走不出跟人民沟通 解开人民心中的痛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呢世界上有一种痛是可以忍受 答案就是别人的痛 那么这个司法呢要成功就是一定要能够感受别人的痛 用什么方法来解开人民的痛 这才是司法改革的重心 请问老师对新任立委有什么期待吗 我们我们2月1号呢看到很多新立委的这个就职 还有那个所谓那个男人也当上了立法院的这个院长 那么大家在热闹之余呢 其实我们对立委有更多更多的期待 那个男人也曾经讲过一句话就是说呢 要体谅世上苦难的人很多 那在这种社会里面呢我们年轻人受了那么多的教育 但是他出来的时候变成薪资很低 大家好无信心 那么他的生活有充满着不稳定 每一个人都想要赶快财富自由 结果呢就做了很多错误的方式 不是被骗去缅北拔器官 就是被骗去呢卖账户 甚至于呢有些人就是赚了一点钱呢就去投入股票被割韭菜 这个都是我们年轻人怎么样来给他们一个比较有希望 而且能够让他们能够提升他们的生活 让他们能够有安居乐乐 不管租房或买房或是他们的成家立业 都能够稳定的这个部分 这个是我们立委们应该要特别去注意 要去教导要去防止 那么去帮忙这些年轻人的部分 而不是只让他们爽就好 如何建立他们正确的工作观念 而不是说只是在争取这个权利 而要让他们知道说呢修炼还得从苦中来 能够低下头埋头苦干 也知道抬起头抬头看看 那么呢掌握他人生的一个方向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我们政府责物旁贷的责任 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社会上呢 有非常多的一个诈骗呢 现在呢这些诈骗 竟然可以用诈骗的方法 截取人家一生辛劳的所得 这种有时候已经比强盗更为严重了 那么我们看到很多的案子 像我们退休的公务人员 他被骗了竟然把他的不动产 拿去设定抵押几千万 然后呢拿出来了以后就被车手拿走了 这个钱又回到这里 这样的诈骗跟钱庄是一条龙的诈骗 但是呢这种案子进到法院以后 我们的检察官做不起诉处分 我们的法官判决抵押有效 这样子的话你不断他的金流 这怎么能够遏止这个诈骗呢 判这些人车手去关不过几个月几年 能够弥补得了这个人民一生的损失吗 那么他们就会这些人被骗了以后 如果是年轻人是永远翻不了身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更应该加强断诈骗集团金流的这一件事情 在法律上我们要要求 我们也应该要监督 甚至于我们应该给检察官 给法官更多的资源 不管在人力物力还有各方面的设备的部分 这个是我们立法院的立法委员应该要去从事的 一个政府不能够去保障人民 我们投你这一票简直就是一股五路 所以这个地方的时候也是我们新任的立委 应该要去仔细的去思考 第三个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财产 我们长一辈的人拼了一声就是希望说 能够把这个财产和平的留给我们的小孩 但是我们的小孩可能也被骗了 另外一种就是说小孩在越来越多的增产 甚至于我们先过付财产给小孩了以后 结果老人被抛弃了 像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 我就已经提过很多 我们应该去鼓励信托的制度 我们编那么多预算去找警察抓坏人 我们不如这些预算来帮助这些银行 大家把它拿去做信托设立安全舱的时候 我们的银行鼓励他们 而且让他们有利可图 大家都把钱还有他的不动产 拿来做信托做安全舱 不但可以老人可以做安养信托 这样子的话我们政府在支出这一些老人 或是这一些社福的钱会减少 所以如何帮助人民把他的财产顾好 把他的健康顾好 把他的家庭顾好 这才是减少我们政府支出的最主要的方向 所以我们经常常常做了错误的事情 我们花了很多钱去补助健保 但是国外是这样子 我们补助医生 让医生在社区里面照顾好这些社区的人 你照顾的越好 动用社会资源越少的人 我给医生最多钱 我们现在是看越多病的医生给越多钱 这简直就是弄乱了这个持续 所以我们的社会呢 我们的处理上 我们国家很多呢 就是只用讨好事的 只用看得到的方式 所以大家在热闹之余呢 应该要静下来 好好的思考 什么样是对的事 要做对的事 而不是把事情做得快就好了 所以这一个点呢 是我们对很多立法委员的一些期望 那么也是我们全体选民对立委的监督 如果我们有碰到什么样好的建议 我们应该勇于的写这个建议信 在他们的各个部分的社群 让他们知道他们应该要做什么 而不是在那里 哎呀在那里沾香啦 在那里跑贪啦等等 这一些我看了以后都是觉得 不是立委的政治 而应该是努力的维护我们人民的权利 把好的法案 该修的法律呢 都应该要把它修起来 这样的立委 才是我们大家期待的立委 所以各位呢 以后碰到跑他的立委 你也不必太热切了 好就是说你到底做了什么事 这是你必须我们投你这一票的时候 在你风光上任的时候 你要知道 这是我们人民对你的付托以期望 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全民呢 应该来监督立委 也是对立委的一些要求 我们这样子的民主制度呢 才能够更往前 社会才能够更安全 更幸福